诶,有本事你去告我 对吧 那很多这个 像用人单位的这个老板 他就会这样对员工说 然后员工呢 很多人他都怕这个 咱们先来看一下这段视频 5秒钟 5 4 来 到底 走吧 到底 你 帮我包 他是好像不是 你也不是是吧 出去 你别动我 出去路 把股子给我 出去路小姑娘 把股子给我 出去路小姑娘我让你说清楚 我再给你2秒钟 我考虑我马上把医生出去 我让你把股子给我 我 我 你快点 换 自己都还要吗 56 五 4 你们能不能快点 我们现在快点打 你别动我 到 这个男人打我们冲小公鸟 对 打来很让生 闷头露气 我现在你不清楚啊 我现在你手中三句话 第一 110 不用我靠冰状态 第二 我现在可以带他里面里去 第三 第四 五分钟 你们舍不住 一个玩具 你们舍不住 不过你没有舍不住 全程可以用下无音 我身份也有 我叫八卫也有 啊 这个是不是 你是不是 现在是11.57 三分钟时间 不出去 这些老公 等发生我过来 来说什么 你这咋个人要 我不用打 我不打 我跟你说了 三分钟你们警察无将不出去 我们拉你 公知一下你们啊 今天是7月24号 现在是2点03 一会儿警察来了 进去以后 带好你们各自的贵重物品 有任何问题 到未来派部所去处理 第二 劳动监察大带 第三 小力帮忙 你可以通过任何手段来处理 你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我告诉你们 你不要跟我们说呀 我现在跟你说 你们再进 不进来 你往我出去 我需要 你不是老板 你干什么干啥呀 你猜 我们凭什么猜 给他灯镜上来吧 不是你公司发了我们就走了 你在这 你不走罗龙路财 走罗龙路财就行了吗 一次就是不发呗 以法律 就行了 你是老板吗 管你啥事 他不是老板 你要是老板 你跟我们说可以 你不是老板 你不是什么 跟我们说 算哪个儿成啊 还有他 他叫来的人 来 他叫来的人 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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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特殊 没事 我会给你好好点一下的 他叫来的人 看见没 你这个视频看了之后 你是怎样一个感受 反正你也是学法的 我也想问问你 为什么我们都那么怕 去走什么程序 他其实就是职场的一种 对抗状态 其实劳动者和雇佣者 他之前这个博弈 他的立场和身份的定位 这就是一种博弈的这种关系 他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 他有一些是敌对状态 想我都在 我想用很便宜的钱 你来给我劳动 你想挣多的钱 付出少的劳动 这就根本上的一种博弈 我指的就是说 也说在维权方面 对对对 因为我跟你讲 我有一次经历 就是说在一家公司 做了很多年 做了三年吧 大概 我以前在那个世贸大厦那边 好像你知道 我在那边上班 然后我 可以回答你 然后突然就是说 第二天就宣布 咱们就解散了 你们的钱呢 就是说可能那个老板 他自己也没有钱了 你们的钱呢 会陆续发给你 但是陆续发给我们 什么时候发 这些也没有说 你会不会发 他也没有说几十号员工 就在他办公室里面 要找他讨个说法 然后他的这个理由呢 就是说 这个事情 你们就去走程序 对吧 咱们就按正规的程序走 好像就是有耻无孔的 跟那个视频里面的 一模一样 然后这些员工就不一 然后这个事情 一直在那里扯 但最后呢 去走那个程序的 这个员工 其实并没有几个 好像还没有人去 反正我没有去 我很容易就回答了你这两个问题 首先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 这个他的选择性 这个这些劳动者 为什么有一定的障碍 或者是这个原因就很简单嘛 就是成本嘛 一个是时间 要时间比较慢 这个本质上说很简单 其就是不会 第二就是不会 不会就是学习成本 你也可以学 你也可以专业人士弄你 但是一般工资就几千块钱 对很麻烦 对很麻烦 专业人士他本来也是要 你要支出一定的这个代价嘛 嗯 你就这个就成了一个悖论 你不可能为了几千块钱 少量的利益来支出大量的这个成本 这就是一个悖论 那你要你说的第二个就是 为什么你说的雇佣这方老板 用人这方有恃无恐 也很容易回答 就是劳动市场 就是劳动密集型的市场 我们全国都是 大部分都是 人太多了 流动性太大了 嗯 老板的门槛也太低了 公司就是要运作一个公司的成本 也太低了 就门槛太低了 谁都可以请人 请了人他的 本来他的这个资金 呃 月赚了 就只够几个月 甚至只够一个月 嗯 他就去请人 对 请了人没了 就没了 没了拿什么罚给你 如果没有挣到钱的话 他根本就不可能维系下去 就是说企业的这个 上下限太大了 上限有很 有钱的企业 下限呢 没有钱 也可以经营一个企业 就是这个原因嘛 就是说反正到时候 我就那么的点钱 如果你要 你那个发不起工资了 你就去走程序吧 那这个 要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 好像对像我这样的老板 例如我只有只够一个月的工资 反而好像对我是一种保护 这个好像并不是这个 这个去在保护这个这个劳动者 这个没有谁保护谁的问题 就是 我觉得他就是在保护这个老板 例如我是个老板 我就一个月的钱 但是我让你做了两个月 第二个月的钱我没给你 你有本事 本事你去告我 你叫警察来 警察来了也是这么跟你讲 我们不要在这里闹 好不好 你去走正规途径 他就会这样 那不是就对我 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劳动纠纷 他也是一个纠纷 在仲裁阶段 叫劳劳争议嘛 这个劳劳争议 的确不归公安的这个管家范围 这个没有问题 他执意 他是正确引导 你劳动者维权的途径 这个没问题 第二次是说老板 他受什么保护 没有受保护 老板欠工资 他是有支付工资的义务的 叫你用法律途径维权 你维权成功了 他就得给你嘛 他没有谁保护他呀 保护的是劳动者呀 你要说 这个法律途径 把成本降到零 你任何一个人来 我律师都可免费给你 把这个事干了 这不现实 这个事情 他不一定非要律师 我指的是他这个走 例如我一个普通人 要去走这样的程序 我第一步要干嘛 第二步要干嘛 这些我是不知道 然后也没有一个 就可以给我 应该是有这样的 其实啊 任何事他都有学习 应该有人去教你 我在想的话 你走路 左脚还是右脚 你也得学嘛 不是左脚右脚的问题 我是指我去 去到一些地方 去到那个地方 有没有人会教我 该怎么怎么办 其实你说的 引导已经做的 目前的这个 现有条件来说的话 没有办法做得更好了 你说都配 很多律师在那儿 给你解答 他只能有工作人员 给你解答 就是工作人员 我们不一定非要有律师 当然有工作人员 你也是说 劳动局 仲裁委 仲裁院 没有工作人员 就是说他会告诉你 该怎么去做 对嘛 就像 其实这种 他也是 收集证据啊 劳动局是政府嘛 劳动局是政府 就是政府工作人员 就像你去政府 其他任何窗口 对零什么 其他东西一样 他的工作人员 和劳动局的工作人员 是一个道理 你要需要什么 他就引导你 做什么 街道办社区 都一样嘛 没有区别 他就引导你 你该怎么怎么做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做这一套下来 大概是需要多长时间 一般 其实 其实 唯一的区别就是 你去其他部门领个东西 他就你的填章表 你去填章表 这个 这个学习成本低一些 你可能几分钟 十分钟就能搞懂 只是 这个劳动仲裁啊 他有比较 接近于司法了 他的学习成本高一些 他复杂一点 稍微复杂一点 时间跨度长一点 但是也还是 普通人也还是能够做到 对吧 正常来说 这个省限是 很快的 劳动一般 两三个月是可以的 两三个月 然后我还没有算 我去收集证据啊 或者是这些时间 你准备也得准备一段时间 那就是最早的话 就最快的话 可能也要差不多 接近五个月 半年了 那如果再复杂一点的话 半 可能一年多 复杂的 几年的也有 比如说你的 有的 他工资数比较高 那种官司达到 可能要达到法院一二三 就是达到中院 那可能两年也过去了 那就是一个非常 效率非常低 这个成本极高的 这样一个 你指的是什么效率 时间效率 时间的这个成本很高 你指的是 司法运行的效率比较低 对 我觉得这个 司法运行的太低了 这个是一个误区 这个不是误区 因为我觉得很多 很多这个 我们国内的这种 这种做这种事情的 都很慢 例如有些人 都已经被关了三年了 然后才去上庭 这种事情很奇怪 你不觉得 那我就给你 消除这个误区 你说不是 我就解释 为什么是误区 因为我们地区上 只有两个法 就是两种 类型的法系 一个就是我们这种 接近于大陆的 中国大陆和欧洲大陆 差不多 还有一种 是英美法 英国美国 我们这个法 比英美法 要快得多 要高级些 要快得多 不是高级 你说的快慢 你刚才只说快慢 一年过后 我才能够讨到 我的两千块钱薪水 这叫快吗 算对 你说相对 你说相对英美法 我说的也是 这个 那这意义是说 我要是要去 在英美国家 要是我被老板压榨了 那我要去讨薪的话 那差不多 我要等个三五年 差不多 因为我们国家 也有英美法 就是在香港 对吧 是这样吗 就在 在隔岸相望的香港 香港这个官司 打完的话 也差不多 要那么久 是吧 那我怎么 而且你说的 你说的侦查 侦查期限 就是犯罪 嫌疑人 要两三年 比如那个 吴某凡 老某志 他们都是很久的 但是这个 在香港 或者在英美 比这个久 比这个久得多 但是你说 那个相对来说 要复杂一些 但我说 这个都还是 非常单纯的 你就是欠我心 欠我两个月 一个月 半个月 五天 十天 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欠心 那我都要等上这么久 为什么 我就觉得 这个有一点 这个太离谱了 我首先纠正你说 这个不人性 首先我纠正你说 为什么香港复杂 是因为它的程序复杂 它也不是因为 世界这个事实复杂 它只是程序复杂 比我们这更复杂 为什么大陆更久 或者是要可能更久 你不是说大陆 还要快很多吗 对 对 总的来说 是要快的 为什么 都相同的 或者叫一样久 为什么那个 和这边 都会一样久 英美法本来效率更低 因为它更 所谓 注重人权民主 当然大陆法 也注重民主 因为人多 大陆的 的案件量大 人多嘛 一个法院几万件 仲裁委也是 一年几万件 什么概念 只有几十个仲裁员 或法官在那里办案子 几万件 意味着一个人几百件 都每天都要处理新的案件 这个强度是难以想象的 一般人 你说 也有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为什么不增加呢 为什么不增加人呢 对 谁去啊 你懂法吗 我去 我去 我学啊 你懂法 那你去啊 那那个政法学院 那么多学生 你说那个 他们都不愿意去吗 他们都 对吧 达不到那个 达不到那个标准 那个标准很高吗 我老实说达不到 比如说我是 这应该是没有关系 比如说我是法官 我要判你赢 这关系还不大吗 这决定你的生死 说中了 是生死存亡 如果你犯罪的话 说清了 我一个学生去这些司法系统 我不一定非要干法官呢 我一定是从基层干起啊 干个几十年过后 过后我去当个法官 没有这个资格吗 就是缺少人手 就是缺少人才啊 缺少啊 这个我觉得应该不是 你说怎么 那我问你嘛 你知道 你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吗 怎么成为法官吗 你知道吗 我首先我是这个专业的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专业的 然后我在这个司法系统干了很多年 我觉得应该是 最关键的一步是 按照我的理解 当然我对这个系统不是很了解 最关键的一步嘛 然后他 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他有经验 他有经验 他懂法 对 他要具备这两项 怎么来认定 你懂 还是不懂呢 怎么认定你懂还是不懂 那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他要有经验 怎么认定 有没有经验吗 他学这个人啊 怎么认定吗 他学这个人多了 他学这个人的够 我就学这个的 你有经验吗 对 你看过这个 很多卷宗吗 我有经验 你怎么判断 我有没有 你怎么判断 你在我这里上班 我就知道你有没有 对 我跟你说最重要 我是一个法官 我知道谁 我跟你说嘛 比较有经验 最重要的一步 很简单 考试 对 也可以啊 不是也可以 考法官是 可以说是考试当中最难的 考不上 给你机会 你来当嘛 你考啊 有那么多人考不上吗 考得上的人很少 考不上的人很多 这个很正常 这个我觉得 这个很科学啊 你说你懂法 考吗 考上了你当啊 考不上了 那那个 我招人 我缺法官 我招人 你来考啊 欢迎来考 不是招不招人 这个 你说他对外招人啊 就是考 招一个就是说 以前就 那例如我是一个 你听我讲 我刚才听你的这个说法 就是说 如果说我是一个 外面的人 我是个医生 那但是呢 我学法 可以啊 有一天呢 然后我看到 那个法院在招法官 那么我又比较懂 我就去考 考试考成功了 那我就直接去当法官了 是这样吗 理论上是这样的 就是招公务员嘛 就是发 每年都要发榜 招公务员 招什么 环保的 招法官的 招法官的你就来报嘛 我有条件嘛 什么学历 什么专业 哪里毕业 毕业多少年 来考嘛 那我就像谢灵诚那样 我是学医药的 我就 学了一些法 那可能不符合条件嘛 我学历 我跟你说 我要 我学历达到了 我要法学硕士嘛 我要法学硕士 我只举个例嘛 也有的不要嘛 比如很偏远 边缘的 那个 很紧缺法律人才的 可能放宽嘛 你学医的也来考 只要能考上 就来搭 也有嘛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为什么 不要招自己这个这个 自己系统里面的这个这个 比较专业一点的呢 就一个道理嘛 首先进我的系统 你一定是学法的 应该是这个 你指的系统就是我招人 我招系统 不一定招法官 也可能招助理 招什么立案的 什么都可以招 就呢 你就来考 就是考公务员 你考不上就不来嘛 就一个道理嘛 不是 我指的是这个意思 那法官 应该是在我的系统里面招 而不是说 在外面招一个 就只要能考得上 就可以当法官 你系统里是些什么人嘛 系统里面都是学法的 都是经过考核的 系统里的人就是考进来的 对呀 你都经过考核了 那我觉得这个人 他是可以有资格去 参加这个法官的考试的 那我让他来考 他过了 那么这个法官 他是靠谱的 总比你在外面去找一个 什么医药 他是一个顺序 对呀 你要进到 你外面的进来 那也可以 你最多只能在我这里继承干 你不能干法官 因为什么 你没有经验 对吧 你说的其实是个顺序问题 就是你系统里的人 你怎么可能就是说 你系统里的人 就是考进来的嘛 你怎么进系统啊 不就考进去吗 就是考啊 对呀 考进去了 当然是从基层啊 没有说直接去当高院法官 法官也分基层啊 基层法院嘛 那刚才我问你 我们这个区的法院 就在基层法院嘛 我问你是不是 我可以一个学医的 但是我也是硕士 但是我考那个考过了 那我就直接进来当法官 先当助理法官 先当助理法官 你说先当开门的 那不可能啊 那不是都没关系啊 就是这么顺序嘛 就是这样嘛 你为什么缺人 没有人啊 没有人才啊 你学了法 你学的什么一塌糊涂 你就没有达到这个资格标准了 有高低啊 你也学艺术 他也学艺术 他是艺术家 他是张艺某 你不是啊 那法 很正常啊 那这个法院里面啊 就是这个 包括这个检察院里面 他都有很多这个基层的这些职务啊 例如什么书记啊 什么助理啊 这个 这样那样的 有那么多的职务 你说为什么效率慢 为什么不去招那些政法 像那个政法学院这些学生呢 你说 他一年毕业那么多 你说干其他这个协助工作的 辅助工作的人 首先他不能参与审理 我实习啊 他不能参与审判 首先 我实习我不审判 你也不能让我审判 我一个学生 你让我审判什么 他可以打字 他可以帮忙 他可以协助 然后 可以审判的人少 就问你这在这里 可以审判的人少 对 有这个 就只有法官可以审判 仲裁员法官两种 这个人少啊 有政法学校的科班出身 对啊 比如我 我要去 我想去干嘛 我肯定想去当法官嘛 谁想去当书记员啊 书记员是干嘛的啊 打字 那就努力啊 对啊 对啊 就努力啊 努力就可以了啊 这个你就是个悖论啊 我努力就行 就像你想当艺术家 那你努力当啊 你当不了 跟我当不了 一个道理嘛 我努力了 我这个人的实力 他有差距嘛 你会让我做了什么事吗 谢谢观看